我怀孕六月,被抓包出轨的前夫,口口声声说他和小三是真心相爱,我不哭不闹,火速联系律师,划分财产去赴留子,女儿出生,我赤字百万赠他房产傍身,独自抚养女儿的第四年,前夫现身探视,他花费两年的时间将孩子洗脑,让孩子站在我的对立面,使我如仇敌。 我亲手将孩子送上前夫的车,拨通律师电话,要求变更遗嘱继承人,我尊重你和孩子的意愿,从今天起,你好好照顾他,前夫傻眼了,今天是前夫来接女儿的日子,女儿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兴奋地拿出小行李箱,像保姆比划着要带这个要带那个,就连羊娃娃的小裙子也摆了一地, 一副要把家都搬空的样子,我支开无措的保姆,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发,问道,萌萌这么想见爸爸吗? 嗯嗯萌萌喜欢爸爸,想和爸爸住,女儿专注着将小熊玩具赛进行礼箱,并没有抬头看我,但是住在爸爸家里,萌萌就见不到妈妈, 外公外婆和姨姨了呀,你不会想我们吗?不想,我不喜欢妈妈,外公外婆,还有姨姨了,即便早有心理准备, 但身为母亲,从亲生女儿口中听到这句话,我还是忍不住心酸,那你喜欢谁呀? 萌萌我喜欢爸爸,还有阿姨,萌萌口中的阿姨,不是那个一向疼爱她的小姨,我的亲妹妹, 而是在我怀孕六个月时被抓包的,前夫沉迷的出轨对象,我们婚姻里的小三,陶姐,我将手从女儿的头上收了回来,最后一丝挽留的心思也跟着蛋去,萌萌,去吃早饭吧,行李妈妈帮你收拾,好吗? 好啊,对了妈妈,我想要两千块钱,要钱做什么呢萌萌,我要给爸爸,还有阿姨买礼物,萌萌自幼时期,我便开始培养她的金钱观, 她知道十块钱可以买到一个雪糕,也知道一百块钱可以和朋友去一趟麦当劳, 同样,她也知道两千块足以买下十个她心爱的洋娃娃,这并不是小数目,我思考一番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千块递给了她,妈妈没有工作,拿不出那么多钱,萌萌先拿着一千块去挑礼物,好不好,萌萌顿时不高兴了, 她将手里的小熊狠狠摔了出去,用手指着我大声喊道,妈妈小气,妈妈讨厌,萌萌乖,一千块能选到很好很好的礼物了, 上周绘画班的老师不是夸你画画,好看吗?你把你画的画也带过去给爸爸看,你爸爸一定会很喜欢的, 不要,我不要,我要给爸爸买衣服,爸爸想要衣服,不想要画,萌萌开始扯着嗓子哭喊着,如果不是我拦着,恐怕此时的她已经躺在地上打滚了, 我头痛欲裂,只好从钱包里再掏出一千塞进了她手里,好了,好了,你去给你爸买衣服吧,手握两千块钱的萌萌立刻收了眼泪,朝我哼了一声,后跑出了房间,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环顾着女儿房间里成衫的玩具,将柜子填得满满当当的名牌衣服,昂贵的画板画具,还有角落里落灰的大提琴, 六年来,我竭力地照顾女儿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样样都满足她的要求和喜好,力求给她最幽默的生活,而她的亲生父亲陈明,不仅在离婚后连一分钱抚养费都没给过, 这两年来还时常打着萌萌的幌子向我伸手要钱,但到头来,我却成了女儿口中讨厌的小气鬼, 我阴暗地想着,或许这就是从陈明身上延续的白眼狼基因吧,十点二十七分,陈明的车出现在院门外, 比起之前说好的足足晚了一个半小时,车缓缓停下,我刚想再嘱咐萌萌几句,但萌萌却用力地从我的手中挣脱开,欢快地奔向从副驾驶位上下来的桃茧,想说的话顿时都咽回肚子里, 我忍住恶心将头扭开,不愿再看那个险些害我流产的女人,和我的女儿亲亲热热地抱在一起的画面,就这么些, 萌萌,这次要在我这边待两周,你不应该给孩子多准备点营养补品和衣服吗? 你怎么当妈的?陈明,从萌萌出生到四岁,你连一次面都没漏过,一分钱抚养费也没给过,就凭你这样,也敢指责我不会当妈, 而且萌萌才六岁,吃什么补品,衣服更是几套就够了,多了你车也装不下,陈明被我说得面色铁青, 而我却连眼神都懒得分给她,只是静静地看向她身后的黑色轿车,和陈明结婚的第二年, 她还是气修厂里的普通学工,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赶公交,深夜下班连末班车都赶不上, 还得步行几公里才能到家,整个人迅速地消瘦下来,我每天换了花样的给她熬汤顿补品,也无济于事,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丈夫如此辛劳,终于在与家里断绝关系的第二年,向父母低了头,想借钱给陈明买一辆车, 陈明知道我私自跟家里联系借钱后,破天荒地对我发了火, 他声泪俱下地提起当初我们婚姻遭到我父母极力反对的情形,又开始说着自己现在正努力地向老师赴学习,很快就能开始接活赚钱, 总有一天能让我的父母认可他,认可我们这段感情,一番话说得我格外心疼, 这次吵架后,陈明越发努力工作,比从前更是起早贪黑, 直到某天清晨因为低血糖晕倒在公交车站,被路人送进了医院, 我慌了神,在去医院的路上哭着打电话给了父母,将整件事情的起末统统告诉了他们, 我爸终于被陈明勤奋上进的品质打动,他不但自掏腰包送了我们一辆车, 作为补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更是在陈明出院后,亲自带着他结交人脉, 还给了他一笔钱作为开设汽修厂的启动资金, 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活才渐渐宽裕起来,现在在看这辆车, 我一时竟分不清当时的陈明到底是真情还是演戏, 我这车是装不下,当初你爸那大老板送了这么一辆破车, 说到底,还不是看不起我,你们妇女都是一个样, 眼睛恨不得长到头顶上,陈明此刻如此激烈的反应, 让我想到当初,当我爸将车钥匙交到我们手上时, 他眼眶都红了,连说了好几遍绝不辜负我爸对他的好, 白眼狼永远都是白眼狼,既然觉得隔应,就把车还给我, 虽说我不用二手货,但好歹也能卖点价钱, 一天到晚,眼里就只有那几个臭钱, 陈明生怕我真的跟他要车,匆忙地将行李扔进后备箱, 催促着萌萌和桃茧上了车,我透过车窗看向女儿, 他对着陈明笑得很开心,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跟我说, 当我抓包陈明出轨的那天,我已经怀孕六个月, 一开始,陈明赌咒发誓下跪,什么招式都使了一遍, 在终于意识到我的无动于衷后, 他拿出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妈写下的八十万的借条, 将我们婚内的共同资产以偿还债款为由, 统统转移到了老家, 随后,他带着桃茧登堂入室, 当着我和我父母的面, 要舞扬威地宣布, 他和桃茧才是真心相爱的, 我忍着一口气, 在那鸡飞狗跳的半个月过去后, 终于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天, 因为长期操劳过度和心神劳损导致仙兆流产, 被送进了医院,保胎, 母亲和妹妹看着骨瘦如柴却支愣着一个大肚子的我流了三天的眼泪, 父亲也是连连叹气, 气自己没能早点看清沉迷的面目, 害得自己女儿受苦, 但萌萌地出声冲散了一切的悲痛。 三个月后, 我顺利产下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 经历过阵痛的我望着怀里缩成一团的女儿,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 粉嫩的小嘴微张着, 将我被背叛后冰封地心化成了一潭水, 我决定要给她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在父母的资助下, 我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买下了市中心的一套房产, 给她傍身, 因为看了太多保姆虐待孩子的新闻, 我始终不放心将萌萌交给保姆照顾, 于是考虑在三后, 我辞去了高薪的工作, 请了育儿嫂, 全职在家做着单亲妈妈, 女儿八个月时, 我开始培养她的自主性和决断力, 引导她自己吃饭, 自己入睡, 培养她的兴趣爱好, 在这个过程里, 她曾无数次打翻饭碗, 我也从未生气, 甚至在看着被颜料和蜡笔涂得乱七八糟的墙壁时, 我灵机一动, 为女儿请来了一个美术, 幼教, 专门带着她学画画, 女儿满两岁后, 我开始经常带她出门, 让她见识世界之大, 带她看花草树木的生长凋零, 教她与人相处的礼仪, 体会爱与分享的快乐, 女儿不负期望地成为一个乖巧懂事的小孩, 她会在我生病的时给我找药, 在看我吃下药后抱抱我, 让我睡觉, 自己一个人乖乖地坐在床边玩玩具, 她会在我忙的时候自己吃饭, 吃完饭后收拾好自己的碗筷, 将垃圾扔进垃圾桶里, 她会每天抱着家里的狗狗喊哥哥, 跟她亲亲抱抱, 出门前还要对她说, 爱你, 再见, 她画笔下的妈妈, 外公外婆, 小姨和狗狗都充满了爱意, 连美术老师也时常夸赞萌萌的绘画, 有灵气, 女儿就像是命运安排来弥补, 我遇见沉迷的伤痛, 这四年里的每一天, 我都在感恩上天, 赐予我这样一个完美的小天使, 让我有幸成为她的妈妈, 这样幸福的日子终究迎来了终点, 萌萌四岁时, 陈明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她将我的天使变成了魔鬼, 陈明刚开始探望女儿时, 一切都很正常, 萌萌看上去比从前更加开心, 每次跟爸爸分别后, 都会拉着我, 叽叽喳喳地说上大半天今天发生的事情, 看着女儿的笑脸,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说服自己孩子的成长不能缺少父爱, 这样的相处模式有利于女儿的成长, 于是我准许陈明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探望萌萌, 半年后,萌萌的性格开始有了变化, 只要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 哪怕是天气不好不能出门, 萌萌也会闹好久的别扭, 然后一个人躲进自己的房间里, 给她爸爸发消息, 打电话, 当我问起她跟爸爸说了什么时, 她要么回答, 这是我和爸爸的秘密, 不能让你知道, 要么就发脾气, 大喊着, 你好啰嗦, 很快,萌萌闹别扭的方式开始升级, 她会在生气的时候砸东西, 在地上打滚, 如果我制止她, 她便不让我碰她, 哭着喊着要爸爸, 最严重的时候, 萌萌会动手推丧保姆, 砸东西, 甚至偷偷用石头砸家里的小狗, 当时的我并没有往坏处想, 只是认为孩子到了叛逆期, 所以才会对大人的管教 如此敏感易怒, 于是自己一边学习着 怎么应对孩子的叛逆, 一边向其他妈妈请教方法, 直到上个月, 萌萌装病跟老师请假逃学被我发现, 我批评了她一句, 萌萌红着眼睛, 攥起拳头抓过桌子上的花瓶, 朝我砸了过来, 在清脆的玻璃破碎声中, 她哭着朝我喊道, 你是个坏妈妈, 我讨厌你, 你就跟爸爸说的一样, 是个自私的坏女人, 我要去找爸爸, 我要跟爸爸和阿姨住在一起, 我不要你, 萌萌哭着跑回自己房间, 摔上了门, 我愣在了玻璃茶满的客厅, 当初陈明带着陶俭在我家药物扬威的画面, 和萌萌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无限重合着, 会按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生起, 原来我辛辛苦苦怀胎生下来的女儿, 惯着我的姓, 遗传的却是陈明的劣质基因, 萌萌啊, 今天跟爸爸和阿姨出来玩, 开不开心呀, 开心, 萌萌最喜欢爸爸了, 萌萌喜欢爸爸, 那萌萌有没有给爸爸准备礼物呀, 桃茧一边诱导着萌萌, 一边不错眼地盯着萌萌献宝式的 从琳娜贝尔小背包里掏出钱来, 在发现只有两千后, 桃茧嫌弃地择了一声, 将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沉迷嫌恶地向桃茧头去一瞥, 没有制止他从萌萌手中拿走钱的行为, 只是牵起萌萌走向了一旁的小池亭, 萌萌真乖, 我们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好不好呀? 好啊, 爸爸我想吃雪糕, 你想吃什么, 爸爸都给你买, 爸爸我要小熊, 萌萌伸手一指, 选中了小池亭里最贵的维尼特饮, 小姐, 麻烦, 陈明刚要点单, 却被桃茧一把拦住了, 你没看到那个玩意儿要多少钱吗? 九十八块, 你随便买个不就行了, 这不是萌萌非要, 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呀? 你是他妈妈, 再说了, 他妈有钱给他霍霍, 你有什么? 别忘了, 我现在肚子的这个才是你的亲儿子, 陈明的脸色沉了下来, 身为既要又要的凤凰男, 上一段经济基础不平等的婚姻, 一直是农村出身的陈明的痛处, 他憎恶着前妻时不时, 对自己流露出的看低和可怜, 又怨恨着岳父岳母, 从未主动拿钱资助他, 导致他多年来事业都没有起色, 陶检的话更是顿时点燃了他心中埋藏许久的怒火, 一百块的雪糕都舍不得给女儿花, 你让我怎么去争取萌萌的抚养权, 你也听到律师怎么说的了, 现在孩子站在我们这边, 只要我们能证明有能力抚养孩子, 拿到抚养权那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等我成了萌萌的监护人, 那他名下的财产和房子, 还不都是你和儿子的, 但是陶检虽然也掩馋房子和财产, 但他更在意自己还未出生的孩子, 万一今后陈明更贴心, 女儿怎么办, 还不如等陈明跟前妻打官司的时候, 再跟律师商量, 索要一笔钱和解算了, 总之,买便宜的, 陶检有着自己的打算, 因此懒得跟陈明纠缠, 自顾自地向前抬要了一个最便宜的雪糕, 即便如此, 付款时那二十块的价格还是让他皱了皱眉, 萌萌给, 陶检笑着将雪糕递给萌萌, 陈明在一旁看着, 也没再主动提要买维尼特饮, 这不是我的雪糕, 萌萌摇了摇头, 小嘴翘得老高, 爸爸我要的是维尼小熊, 小熊的卖完了, 相信爸爸, 这个味道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我就要维尼小熊, 就要维尼小熊, 正午的游乐园被太阳炙烤着, 陶检手中的雪糕很快开始融化, 白色的液体顺着甜筒滴在了他的手上, 这让陶检原本就糟糕的心情更加增添了一丝烦躁, 听话, 萌萌拿着雪糕, 我们去玩下一个项目, 我不要, 萌萌小手一甩, 恰好打中了陶检, 陶检的手一松, 雪糕筒啪哒一声掉在了心鞋上, 小杂种, 你看看你干了什么, 陶检抓住萌萌的手臂, 狠狠地拍了一巴掌, 萌萌怎么也没料到, 平日里温柔可亲的阿姨居然动手打了自己, 她愣了半晌后才反应过来, 在人来人往的迪士尼里放声大哭起来, 你又在干什么? 萌萌的哭声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目光, 就连游乐场里的工作人员也向这边走了过来, 先生, 请问需要帮助吗? 不用不用, 陈明陪着笑脸, 在三项众人声明自己是孩子的亲爸, 但萌萌正发着脾气, 哭得面色发白, 不管陈明怎么哄, 连眼睛都不愿睁开看他一眼, 这样吧先生, 请你先带着家属和孩子去员工室休息一下, 工作人员觉得这对夫妻越看越可疑, 于是找了个借口, 半客气半强制地将一行人带到了工作间里, 甚至请来了游乐园里的安保, 讨论要不要报警处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本来好好的安排全被打乱了, 陈明压低声音, 气急败坏地指责着陶俭, 你没看到他, 小杂种, 一点教养也没有, 你说谁杂种呢? 陈明立生, 陈俭也知道自己无意将丈夫也骂了进去, 性性闭嘴, 先生, 可以麻烦你们拿一下身份证吗? 为保谨慎,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陈明手忙脚乱地拿出三个人的身份证递了过去, 您说这是您的女儿, 是的, 但您姓陈, 您的妻子姓陶, 而您的女儿姓陈, 女儿跟了前妻的姓, 这又是陈明的一大痛楚, 此刻他连说话都有些咬牙切齿, 抱歉, 先生, 我们需要核实你所说的信息, 请问能告诉我们您前妻的联系方式吗? 对对没错, 陈明是我的前夫, 你说孩子在他那里, 是不是搞错了? 我用尽可能无辜的口吻继续说道, 我明明让保姆把孩子送到我爸妈家了呀,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报警, 倒也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有民警同志的监管下我确实会更放心一点, 嗯嗯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保姆过去接孩子, 我挂断电话, 回到同陈律师的对话之中, 有要紧事吗? 陈律师问道, 我前夫被迪士尼怀疑诱拐孩子, 迪士尼方面已经报警了, 估计也就是去派出所做几个小时, 没什么大事的, 陈姐, 陈律师拆文件的动作顿了顿, 我不明白, 你究竟是想要回孩子, 还是不想? 我笑了笑, 问陈律师, 陈律师, 你有孩子吗? 还没有, 不过我养了一只萨摩和一只蓝猫, 猫狗双拳, 很幸福呢。 我继续说道, 如果你养了四年的狗, 然后前男友突然出现, 提出每周帮你溜一两次, 你同意了, 但半年后, 你的狗突然开始变得狂躁, 不服管教, 甚至张嘴咬你, 唯一乖巧的时刻, 是趴在门口等你前男友来的那天, 你还有信心再养下去吗? 远相尽臭, 如果他真的想要跟爸爸一起生活, 那么也许我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你刚刚, 虽然我不打算阻止萌萌和他爸生活, 但陈明背后使了这么多手段 让我和我的女儿离心, 这种时候我才不会扮圣母, 当然是要给他找些不痛快才好。 陈律师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 接上了我的话, 那这么说, 只是在派出所坐几个小时算便宜他了, 换做是我, 非得给他付出些代价才行,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今天来, 是希望陈律师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拜托你草你一份遗嘱, 变更我的财产继承人。 还有, 如果恰好你有熟悉的房产中介的话, 希望你能帮忙问一下, 如今丁江新城的三室两厅能卖出什么价格? 不好意思, 陈先生, 麻烦你带着孩子和妻子跟民警同志去派出所一趟, 是不是诚如蓝那个疯婆娘胡说八道了? 陶检比陈明还要激动, 一把抓起萌萌的手臂, 将她推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 你仔细看看, 这可是她亲女儿, 这位女士, 请你先放开孩子, 我凭什么听你的? 这个是她亲女儿, 我是她老婆, 也就是孩子的后妈, 你在叫我怎么做事吗? 陶检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 萌萌被掐得生疼, 小嘴一撇顿时哭了起来, 女士, 麻烦你冷静一点, 陶检, 你先, 陈明刚想制止陶检, 却被深厚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 哎, 陈明, 我就知道自己没看错, 真巧啊你, 你这是怎么了? 吕总, 您这是带着家人来玩吧, 这是您女儿吧, 真可爱, 面对合作公司的大领导, 陈明顿时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 但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寒暄, 陶检的尖叫, 让陈明不得不先处理这一团烂摊子, 你凭什么靠我? 陈明, 陈明快救我, 女士, 我们怀疑你涉嫌诱拐小孩, 麻烦您和您的先生跟我们去一趟, 派出所, 民警严厉的眼神扫尸到一旁的尴尬不已的陈明, 一副如果不配合, 就连他也一并靠上的模样, 陈明啊, 既然你还忙着, 那我先走, 吕总脸上的笑意收了个干净, 陈明心中, 暗自叫苦, 圈内谁都知道, 这位吕总最是看重家庭, 平日里的口头禅就是, 只有心里有家庭的男人, 才能放心当作事业上的伙伴, 陈明知道, 自己花了大力气谈着的项目看来是要黄了, 由于连哭了好几次的萌萌, 没走几步, 就累得睡倒在了陈明的怀里, 提供不了有用任何证词, 陈明和陈检只好在游乐场外的派出所哭作了整整三个半小时, 才终于等来了向民警解释清楚是件来龙去脉的保姆, 刚一回家, 安顿好熟睡的孩子, 陈明立刻历声呵斥起桃检来, 你知道, 你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吗? 桃检一点也不示弱, 插着腰就跟陈明对骂, 要不是你非要带前妻的孩子, 能闹出这么多事吗? 再说了, 要不是今天民警联系了陈如兰做调解, 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地让保姆又送了萌萌的行李到家吗? 事已至此, 陈明逐渐冷静下来, 陈检说得对, 要不是下午民警打电话去做调解, 陈如兰必定不舍地再让保姆送来更多萌萌的行李, 现在萌萌有机会在身边多留几天, 他争取抚养权的概率也更大了些, 至于吕总公司的项目, 陈明心中滴着血, 为了拿到这个大项目, 他前后砸下了不少钱, 甚至还向陶检的父母借了一大笔, 承诺等项目款一到, 立马还钱, 并且给他们的女儿换个新房子, 事到如今, 项目款是拿不到了, 滨江新城的房子更是绝不能出差错, 好了, 好了, 怀着身孕, 这么激动不怕伤着我儿子吗? 陈明放软神态, 开始哄起了桃姐, 哼,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让她暂时住在家里我没意见, 但你妈知道我怀孕的事情, 说这周末要来看看我俩, 到时候可没有别的房间给她住, 放心吧, 我妈待不了几天, 再说了, 萌萌出生后她还没见过大孙女, 正好让她们住一间房, 亲近亲近, 亲近, 你确定, 陶俭回想着那个老巫婆的刻薄模样, 冷笑道, 别闹萌哭着喊着要回家才好, 哪有你说得那么夸张, 陈明许久, 没跟她老母相处, 亲儿子滤镜后得很, 放心吧, 老婆, 等我拿到萌萌的抚养权, 再把她的房子变更到自己名下, 到时候家里有的是地方给咱妈和咱们的儿子睡, 哎哟, 我的大孙子哎, 奶奶来看你了, 周末一大早, 陈明他妈扯着嗓子把门拍得框框响, 但凡陈明再晚开门一秒, 隔壁邻居都得大喊着要叫物业来赶人了, 安抚好暴怒的邻居, 陈明又得哄着有起床气的萌萌, 将她牵到了素未谋面的奶奶跟前, 萌萌快叫奶奶, 奶, 令人没想到的是, 萌萌那声, 奶奶才刚起了个头, 陈明他妈已经直奔桃茧, 双眼放光, 如同见了肉包子的狗似的盯着桃茧平坦的肚子, 哎哟喂, 怎么还站着, 快坐下, 别累着我大孙子, 六岁的小孩正直敏感的时期, 况且萌萌向来聪明伶俐, 习惯了走到哪儿都成为焦点, 因此, 当遭受了陈明他妈的无视时, 萌萌立刻讨厌上了这个声音难听, 举止粗鲁, 又忽视自己存在的奶奶, 坏奶奶, 讨厌, 萌萌甩开陈明的手, 生气地跺了跺脚, 转身跑回卧室里, 把门摔得震天响, 客厅里顿时响起隔着几山门都能听见的陈明他妈的谩骂声, 小杂种居然敢骂我, 没有一点教养, 赔钱货, 陈明一头对着老母好说歹说, 一头对着萌萌脸哄带片, 终于让两人点头同意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但趁着奶奶不在, 萌萌立刻对陈明控诉, 爸爸奶奶什么时候走, 我讨厌奶奶, 萌萌为什么不喜欢奶奶呢, 因为奶奶也不喜欢萌萌, 她还骂了我, 奶奶没有不喜欢萌萌, 奶奶只是不喜欢萌萌的妈妈, 那奶奶为什么不喜欢妈妈, 因为妈妈过去骂过奶奶, 还把奶奶从房子里赶了出去, 为什么妈妈要赶奶奶, 因为妈妈想要一个人住大房子, 她不喜欢和人分享, 那妈妈坏, 陈明见萌萌上钩, 故意引导着道, 那萌萌这几天住在爸爸家, 会不会觉得房子太小呢, 萌萌回想着, 随后点了点头, 嗯, 萌萌没地方玩玩具了, 其实啊, 萌萌的妈妈给萌萌准备了一套大房子, 萌萌要是搬到那个房子里, 就有地方可以玩了, 可是萌萌不想跟妈妈住, 妈妈是坏人, 萌萌顿时拧紧了眉头, 那爸爸跟阿姨搬过去陪你住, 这样萌萌仅有地方玩玩具, 又可以跟爸爸和阿姨住在一起了, 你说好不好呢? 好, 那萌萌这就去跟妈妈打电话, 萌萌微笑着将电话递给了萌萌, 伸出中指竖在了唇边, 记得爸爸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哦, 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不能让妈妈知道的, 嗯拉钩, 没想到你这么快, 陈律师递给我一支签字笔, 听伯母说你最近在面试, 我还担心你忙不过来, 打算把文件寄给你, 本来是很忙的, 但这几天萌萌每次电话都跟我提宾江新城那套房子的事情, 一听就是陈明在背后唆使, 他这么按捺不住, 我必须得抢在他前头处理好这一切, 我坐在陈律师的办公桌前, 在心理好的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往后, 我的所有的财产和不动产都将由我的父母和妹妹继承, 萌萌能拿到的, 只有法院判定的抚养费, 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房产中介,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我跟他认识很久了, 绝对不会坑你, 让你亏本出售的, 这个时候, 即便让我亏本卖了, 我也会不眨眼的卖, 难道还留给陈明根那个小三, 我笑了笑, 继续说道, 不过你朋友说了, 现在正是行情好的时候, 滨江新城的楼盘又是优质楼盘, 昨天有个买家给的报价甚至比我买的时候还高了四五倍不止, 只不过我担心, 这套房子当初写的是萌萌的名字, 卖出流程上会有影响吗? 萌萌是未成年, 你是他的监护人, 又是房产的实际出资人, 只要带上户口本和相关证件, 即便萌萌不出面也可以完成交易的, 我松了口气, 点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麻烦你了, 陈律师, 不客气, 兰姐, 不过我建议你, 房子最好尽快处理, 陈明这么眼馋这套房子, 估计很快就会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的申诉, 到时候你再想售卖这套房产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了解, 我举起手机, 朝臣律师眨了眨眼, 一分钟前, 我已经跟中介和买家都联系了, 房子可以立刻签合同出售了, 陈明虽然不了解他妈, 但陈检可是清楚得很, 重男轻女的农村妇女, 又没见过世面, 盼着他跟萌萌这个有着怪脾气的小孩和谐相处, 简直难于登天, 于是, 趁着陈明不注意, 陈检找到了陈明他妈, 跟他坦白了两人对萌萌的打算和计划, 虽然乡村妇女不懂法律, 但在占他人便宜这件事上, 陈明他妈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 听闻能平白的一套房, 陈明他妈乐开了花, 在三根儿媳保证, 一定事事依着萌萌, 绝对不会耽误自己儿子住进大平层, 这样虚假地和平维持到了陈明母亲要走的前一天, 夜里, 陈明他妈住的那间卧室突然爆发出萌萌尖厉的哭声,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陈明匆忙赶到, 刚一进卧室, 萌萌瞬间扑进了他的怀里, 哭得连说话都不连贯, 爸爸快让奶奶走, 我讨厌奶奶, 怎么了萌萌, 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面对儿子的质问, 陈明他妈有些心虚, 顿时将声音提得老高, 先反客为主了一通, 你看看你都把这小赔钱货宠成什么样了, 每天吃那么些贵的零食水果都算了, 明知道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还给孩子买这么多衣服, 睡衣三四套, 鞋子更是有七八双, 能穿个几次啊, 你花钱这么大手大脚, 考虑过你弟弟吗, 他学历低, 找不到你这么好的工作, 累死累活, 才赚那么点钱, 还不够你家一个月吃喝的, 如今媳妇又怀了二胎, 家里还有张吃干饭的嘴, 等着他们养, 你厉害, 你能赚能花, 我挑些你女儿的衣服, 带回去给你大侄女, 穿怎么了, 妈, 桃简听闻, 生怕陈明他妈借机向他们要钱, 赶紧插话, 我们手头也不宽裕, 萌萌, 平时的衣服, 都是他亲妈买的, 那你在这给我摆什么脸色, 陈明他妈一听, 更加肆无忌惮地当着所有人的面, 拿起萌萌的红皮鞋, 装进蛇皮带, 反正那个泼妇有钱, 你们跟着瞎心疼什么, 还有你, 哭什么哭, 大晚上的, 吵得我头都痛了, 真是个赔钱货, 陈明他妈伸出食指点在了萌萌的脑门上, 一瞬间, 萌萌哭得更加凄厉了, 爸爸呜呜不要让他拿我的皮鞋, 坏奶奶,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陈明一听萌萌, 要回家, 赶紧哄着, 不哭不哭, 萌萌, 明天爸爸带你买新衣服, 你喜欢的洋娃娃, 爸爸也一起买给你, 好不好啊, 还买, 你有这个钱, 给这个赔钱, 货用, 没钱, 给你弟弟盖房子, 你看我不打你这不孝子, 喂妈, 哇, 爸爸屋子里, 顿时乱作一团, 清晨, 我先是对着镜子, 演练了一番自我介绍, 随后, 换上了六年没再碰过的, 职业妆, 做足了心理准备后, 终于鼓起信心, 重返职场, 只不过这份好心情, 只持续到我刚坐上车, 下一秒, 当我看到陈明在凌晨四点发来的消息时便荡然无存了, 你能先接萌萌回家住几天吗, 我妈来探亲了, 家里住不下, 住不下, 你是今天才知道自己家几平米吗, 跟我要孩子的时候怎么不说住不下, 你一直培养萌萌一个人睡, 我担心她跟我妈睡一间房会睡不好, 萌萌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奶奶, 你就让他们亲近亲近呗, 我退出微信, 刚想关掉手机, 一条消息提示又谈了出来, 你之前给萌萌准备的滨江新城那套房子, 不如我带着他们先过去凑合住几天, 使个人隔着屏幕都能听见陈明心里的算盘声, 凑合, 那是我掏钱买的房, 让你跟小三带着我女儿住进去享受, 陈明, 是你有病, 还是我有病, 什么叫你的房, 那是萌萌的, 你这是连女儿的房产, 都要亲债, 你配做母亲吗, 你等着, 诚如蓝, 我已经提出变更萌萌抚养权的申诉, 从今往后, 你别想再见到萌萌, 好啊, 我秒回, 萌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女儿, 算上怀孕, 我一个人不错眼地照顾了她七年时间, 也该轮到你这个当爹的照顾了,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咱们法院见, 别动不动搬出法院来吓我, 你放心陈明, 我不像你这么无耻, 我同意放弃萌萌的抚养权, 未来的抚养费我会让律师按时打给你, 以嘱和房产我已经联系律师做了变更, 以后就由我父母和妹妹继承, 从今往后, 你别想再以萌萌的名义从我这拿走一分钱, 你是说, 萌萌, 他妈放弃要抚养权, 怎么可能, 陶简宁这陈明的戈备, 发出尖叫, 不仅如此, 你女儿名下的那套房产如今也已经变卖, 所属权已经变更, 我们很难争取, 律师虽然见多了奇葩, 但遇见连自己亲女儿也要当成工具算计的陈明, 还是忍不住带着鄙夷, 神色严肃地告知这对夫妻, 那我要她的抚养权还有什么用, 陈明气急败坏地抓着头发, 那个疯婆子连遗嘱继承人都改了, 萌萌, 一分钱都拿不到, 都怪你, 说什么把她带回来就能要挟她妈, 给钱给房, 现在好了, 钱没要到, 现在还要搭钱给人养孩子,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说好以后只有我们的孩子, 绝对不让以前的脱油瓶介入我们的生活, 够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陈明大喊着猛地起身, 甩开陶俭的手, 啊, 陶俭一时重心不稳,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咸血从陶俭的身下流出, 染红了写字楼的大理石地面, 陈明愣住了, 还是在律师及时反应过来叫来了救护车,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陈明随同着担架上的陶俭到了医院, 陶俭的胎终究还是没能保住, 医生说, 未来陶俭的怀孕几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医生甚至暗示陈明, 如果他们夫妻两人将来想要孩子, 最好是多尝试其他的方式, 流产的消息一出, 陶俭还没来得及哭, 等在手术室外的陈明, 他妈确实崩溃了, 陈明他妈在医院里撒泼打滚, 拉着医生求他救救自己的大孙子, 又哭着喊着说自己的媳妇有多惨,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却被儿子的前妻害得流产, 一番伦理大戏引得众人为观, 甚至拍起了小视频流传到网上, 引起了不少关注, 等到我的妹妹拿着手机给我看最近网上热点新闻的时候, 我才知道, 自己竟然成为了陈明他妈口中, 离婚前私吞财产, 离婚后对陈明死缠烂打, 爱而不得, 最后狠心害得陈明现任妻子流产的前妻成女士, 这一家人, 做出什么下座事情我都不奇怪, 我将手机扔开, 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 毕竟我已经远离职场六七年, 遇到现在这家公司愿意给我重入职场的机会, 我分外珍惜, 不是啊姐, 评论里有人开始扒你的身份了, 我和爸妈担心你的安全啊, 是吗? 我看看, 在妹妹的提醒下, 我这才发现底下不少扒皮评论, 有不少人甚至说要将事情举报到我的公司, 让我丢掉工作, 好家伙, 我不惹你, 你居然来惹我, 我气急返校, 安慰好妹妹后, 立刻联系上如今正在坐自媒体创业的发小, 刘运, 面对我的请求, 刘运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早就听说你那前夫不是个东西了, 放心吧, 姐妹, 我出马, 一定把你的事情办得妥妥的, 第二天, 刘运便联系了陈明一家, 说想要给他们做个专访, 沉浸在悲痛中的桃茧不想抛头露面, 但陈明他妈身为一个农村妇女, 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表现欲更是强烈地连陈明这个亲儿子也劝不住, 这个乡村妇女甚至还变得聪明了起来, 她找到陈明, 嘀嘀咕咕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现在那套房子被你前妻捏在手里, 你想以朦胧的名义已经不可能了, 倒不如我们趁着桃茧流产把事情闹大, 就像当初你们离婚分财产的时候, 圣如兰他爸妈要面子得很, 宁可破财消灾也不愿意被人看笑话, 陈明他妈回想起当初白嫖来的几十万, 现在心里还美滋滋的, 我们就对外说是圣如兰他害了我大孙子, 他这么爱面子的人, 肯定忍不住来找我们协商, 到时候想要钱还是房子, 难道不是我们说了算? 陈明听完, 略一思索, 不得不承认老母的打算有几分可行, 于是他不顾妻子的悲痛, 点头答应了专访, 等到刘运出现时, 陈明他妈便在镜头前, 将这些天捏造出的故事, 又添油加醋地重复了一遍, 嗯, 您说, 您献儿媳桃女士刘产, 是你的钱儿媳成女士害的, 有什么证据吗? 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害我没出生的大孙子, 要什么证据? 我大孙子没了, 这就是证据, 可是我了解到, 在陶女士流产期间, 程女士恰好被公司派到外地出差, 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啊, 陈明他妈没有料到这个记者居然事前做了调查, 语色了一瞬后又立刻回答, 她虽然不在, 但她把她那个赔钱货留在家里啊, 没错, 就是那个赔钱祸害的我儿媳流产了, 我那苦命的儿媳啊, 赔钱货, 程女士有送来什么误件吗? 陈明一听, 顿觉不妙, 这个采访不会是为了给他们挖坑来的吧? 她立刻假壳了, 起来, 暗示母亲不要回答, 但陈明他妈自认为发挥良好, 根本没有注意到陈明的小动作, 不是物件啊, 就是他女儿啊, 托邮萍一个, 哎, 当初发现他怀的是女儿, 我们也没怪他, 反正可以继续再生嘛, 谁知道他还闹起脾气来, 说自己就要这个女儿, 绝不再生, 你说, 哪有这样做妻子的, 简直是胡闹, 刘运此前只是听说发小前夫一家是个奇葩, 如今才知道自己的好友当年受了多大的委屈, 即便职业素养再好, 此刻的他也忍不住沉下了脸色, 而陈明他妈说起往事, 也是满肚子的火气, 甚至还将刘运的黑脸误以为是对钱儿媳的不赞同, 心里的不满更是一咕噜而往外道, 我家陈明可是长子, 可不能因为这个女人就绝后, 所以我就劝我的儿子, 女人哪里没有呢? 你看这不, 一离开那个晦气女人, 我这新儿媳不就立马怀上了大孙子, 我是不是能理解为, 你的儿子当初是婚内出轨, 还是在自己妻子怀孕的时候出的鬼? 陈明一听, 起身就要打断采访, 刘运的助理眼疾手快, 站起身反锁了采访室的门, 哪能说是出轨呢? 陈明他妈不以为意, 明明是陈如兰, 他不愿意生孩子, 我们老陈家总不能绝后吧, 那您说是陈女师的女儿害得您儿媳流产, 这件事情又有证据吗? 嗨, 要不是那个脱油瓶整日说什么要跟爸爸阿姨住大房子, 但到头来房子的毛都没有看到一根, 我儿媳能被他气得情绪不稳, 直接流产了吗? 这下, 连一贯自是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刘运都忍不住发问道, 就这, 是啊, 你想想, 他一个赔钱货, 家里的东西都是留给我大孙子的, 跟他没关系, 所以他故意气淘检, 害了我大孙子, 这下就能独占家里的好东西了, 您的孙女今年几岁? 六岁啊, 怎么了? 刘运面对着无理取闹的陈明他妈, 一时竟不知道他是真蠢还是装蠢, 两人面面相去了半天, 刘运才在助理的提示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之前有一段您在手术室外为您的儿媳担忧落泪的视频, 被不少网友评论说误以为手术室外的不是婆婆而是妈妈, 由此可见, 大家都为您和您儿媳的融洽关系而感动, 我想询问一下, 对于您的儿媳桃女士今后可能存在的生育困难的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 嗨, 不就是生育困难吗? 我们都是过来人, 我会理解我媳妇的, 陈明他妈摆了白手, 心中却暗自嘀咕着城里人的娇气, 谁生孩子不困难啊?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您的儿媳桃女士今后可能不能生育, 对此您, 什么, 什么不能生育, 什么意思? 陈明他妈猛地起身, 声音顿时高了八度, 你是说桃检之后都不能生孩子了? 是的, 对此您, 刘运的话再一次被打断了, 这次陈明他妈冲出了镜头, 直奔隔壁的病房, 等到刘运扛着相机赶到时, 所拍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 陈明他妈揪起病床上的桃检, 一边骂着, 一边用手狠狠地掐着对方的胳膊, 好你个桃检, 你不能怀孕这件事居然瞒着我, 真狠毒啊, 你想害我儿子绝后吗? 赶紧, 立刻跟我儿子离婚, 我就不离, 你怎么着? 桃检也不是好惹的, 他站在病床上, 一把揪住陈明他妈的卷发, 借用高空优势压制住了这个发疯的老婆娘, 你当我跟你前儿媳一样好欺负,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吃素的, 你想离婚, 可以, 婚内财产他一分, 也别想拿走, 除此之外, 他欠我爸妈的钱, 还有我流产的医药费保养费, 一分钱都别想少, 一个疯婆娘, 陈明他妈一听要分钱, 战斗力瞬间暴涨, 一个翻身将桃检压在床上动弹不得, 呸, 我好端端的大孙子被你怀流产了, 我还没找你要损失费, 你要钱要到老娘头上来了, 告诉你, 没门, 我告诉你, 别说是你了, 就是我前儿媳那样的背景, 我儿子都有办法让他乖乖签字离婚, 你这小蹄子, 贝壳里的声音, 我靠还好那个成女士离婚了, 遇上这么丰批的婆婆, 不死也要脱层皮呀,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这个桃检也不简单吧, 婚内怀孕流产居然要求保养费, 什么鬼, 他怎么不说药子供使用费呢, 金毛金毛小金毛, 楼上一看就是男的, 基尔欧, 只有我心疼, 那个, 被泼脏水的成女士嘛, 希望她生活一切顺利, 再也不要遇到这种奇葩了, 003, 不是大家别光顾着, 骂恶婆婆和儿媳呀, 男人又眉眉隐身了, 网络新闻就是这样, 上一秒还在感动中国, 下一秒就成了狗血大剧, 我关掉短视频软件, 带着保姆, 开车将萌萌的东西送到了陈明的家里, 毕竟, 明天起, 萌萌的抚养权就彻底归她爸爸了, 时隔一个月, 萌萌见到我依旧淡淡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神色,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蹲下身告诉萌萌, 从今往后, 她就可以一直跟爸爸和阿姨住在一起了, 萌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开心, 她抱着小熊玩偶, 脸上满是犹豫, 在我的再三追问和旁敲侧击之下, 才逐渐拼凑出最近陈明家发生的事情, 原来自从陈明她妈将家里的丑事揭露在众人面前后, 陈明一家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就连陈明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她被公司的领导以莫须有的借口调到了郊区的工厂, 薪水也随之大打折扣, 同时, 陈明还被大供应商的老板倚, 人品问题, 在会议上点名批评, 这辈子可谓是上升无望, 而流产后的陈检, 整日不是哭就是跟陈明她妈对骂, 时不时还要埋怨几句陈明, 连带着看萌萌也不顺眼, 家里乱成一团, 爸爸最近好不开心, 都不怎么带我出去玩了, 萌萌嘟着嘴巴, 语气里满是委屈, 你爸爸只是最近心情不好, 等他有空了就会带你出去玩的, 才不是呢, 爸爸是因为陈阿姨天天在家里吵架, 才心情不好的, 哼, 真希望爸爸能跟他也离婚, 这样他就跟妈妈一样, 不会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原以为萌萌的恶意 只是经受了他爸爸的挑唆,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原来他跟他爸一脉相承,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携带着恶劣的基因, 我收起最后一丝期望, 收回了抚摸萌萌的手, 转身离开了陈明的家, 母亲转告我萌萌的近况时, 我正坐在浦东机场的后机室里, 准备飞往纽约出差, 母亲应我的请求帮我遛狗, 刚去到我家, 却见到了正徘徊在楼下的萌萌, 八个多月的时间里, 萌萌长高了许多, 也变瘦了许多, 从前那个只爱公主群, 小猫跟的傲娇小姐已经看不见踪影, 只留下一个身着松垮T恤, 脚踩老实翻不斜的邋遢小姑娘, 萌萌外婆甚至差点没能认出她来, 她是来找我要钱的吗? 我问母亲, 是啊, 孩子可怜的哦, 眼泪汪汪的, 说陈明那个王八蛋又离婚了, 现在的女朋友没认识几个月就怀孕了, 女方家里人强势得很, 说是宁可打掉孩子, 也不愿让自家女儿去给二婚男当后妈, 还说她抛弃不能生育的前妻, 死活都不同意婚事, 你也知道陈明的, 她家那么传统的, 就萌萌一个女儿怎么甘心哦, 女朋友怀孕了, 还威胁要打掉孩子, 听说还是个男孩, 吓得陈明他妈一口气没上来, 现在还脑溢血在医院呢, 后来呢, 我合上手里杂志, 比起这些名人八卦, 当然是前夫家的笑话, 更好看, 陈明当然是想依着那女方家的意思, 把萌萌送走, 听萌萌说, 她爸要把她送去乡下照顾奶奶, 造孽哦, 才七岁的小姑娘, 怎么照顾一个死老太婆, 这陈明真是脸都不要了, 这不, 萌萌一听说就吓得跑来找你了, 妈, 你知道的, 我语气充满带着无奈, 当初是萌萌死活, 要跟爸爸一起生活, 我才放弃抚养权的, 我知道你, 所以我给了萌萌几百块钱, 告诉他你出国工作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萌萌有说什么吗? 没有, 拿了钱就走了, 爱, 我看他的眼神, 怕是恨上咱们家了, 我想起那日萌萌说起桃茧时的神情, 一时间哑口无言, 不过不管怎么说, 陈明还指着陈律师给他打抚养肺, 我倒不怕他虐待萌萌, 至于我们家, 哎, 或许跟这个孩子是真的没有这个缘分吧, 电话那头的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身为外婆, 当初他最疼萌萌, 萌萌大冬天想吃冰糖葫芦, 冒着刺骨寒风他也会走街串巷的为萌萌买到, 母女缘分也是修来的, 要是再勉强着一起生活, 勤奋只会更快耗尽吧, 我只好宽慰母亲, M587从上海浦东飞往, 纽约肯尼迪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 广播里空城轻柔的声音打断了我和母亲的酬绪, 不说了吗? 我要登机了, 到了再给你打电话, 我挂断电话, 拎起脚边的行李袋, 快步走向登机口, 28岁之前, 我结婚, 离婚, 生孩子, 养孩子, 28岁之后, 我的人生下半场, 刚刚上演。